大家好,歡迎收看惡夢阿姨,我是J 喪屍已成了電影和戲劇裡不可或缺的元素 即便只是活死人,互相撕來咬去的情節 依舊是大家百看不厭的劇情 不過喪屍儼然已不是只存在特效裡 而是真實上演在實際街頭上 不管是失速列車、活死人之夜、殭屍校園 生化危機、殷屍路都是在講述喪屍的劇情 幾乎都是描述正常人被不知名的病毒傳染後 變成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生物 會突然活動力變速,打不死只會撕咬正常人 然後被咬過後又會變成同種的喪屍群 而這看似只有電影和戲劇才會有的血腥場景 卻真實出現在美國邁阿密麥克阿瑟公路閘道上 這部真人版的邁阿密街頭喪屍案 男主角是一名1981年出生於美國的盧迪尤金 尤金的父母是海地移民 從小在邁阿密長大 曾是一名足球隊隊員 尤金在16歲時因多次的嚴重鬥毆、擅闖民宅 還有稀釋大馬進出警覺好幾次 於短短的5年內又因毒品罪名前後被逮捕7次 在2004年時還因危險要殺了自己的母親被捕 尤金於隔年結婚 但婚姻僅維持了兩年便離婚了 前妻形容尤金是個沒有精神問題的人 但尤金卻總感覺別人對自己有敵意 沒人能理解他 雖然尤金曾有多次的犯罪記錄 若你問尤金身邊的親朋好友他是個什麼樣的人 他們統一的答案都是 尤金是個平凡的好人 尤金是個身材壯壽的中年黑人男子 即便已經31歲 但尤金仍維持著在中學時踢足球所鍛煉下來的好身材 他在邁阿密夏城區的一間車廠當洗車工 最大的夢想就是未來能擁有一間屬於自己的洗車廠 並與自己相戀1996年的女友步入禮堂 生活除了工作與女友之外 尤金也投身於教會 從小開始尤金每個周日都會待在教會裡積極參與教會的活動 也會到社區中心當義工 教會裡的每個人都稱讚尤金是個虔誠又幽默的教徒 尤金的女友也說她是個既天心又甜蜜的另一半 出門時聖經也從不離生 每個人都很喜歡尤金 即便知道她有沾上大麻的不良習慣 但教會和身邊的人始終都沒有放棄她 一直陪著她打贏與毒的這場戰役 而尤金也努力的戒掉大麻 2012年5月一年一度的嘻哈音樂節 在邁阿密的海灘上正如火如荼的舉辦著 尤金是音樂節的死忠粉絲 這天早上尤金便與女友說自己想去這場音樂節活動 順便會去找一位朋友 便開始準備出門去參加這場難得的音樂饗宴 親吻女友後 女友聞到了尤金身上的大麻味 不由的眉頭一皺 尤金看見女友的表情後 便愧疚的向女友表示自己會盡快戒掉大麻 女友並沒有責怪尤金 反向是跟尤金說 我相信你 我們一起努力 我愛你 並給尤金一個道別的聲吻 目送尤金駕著自己紫色雪佛蘭轎 前往音樂節的地點 這天是個大晴天 邁阿密的天氣非常炎熱 這個時候老天和尤金開了一個玩笑 他的車開到一半突然的拋毛 不過這點小事難不倒在車場工作的尤金 但前後休了40分鐘 就是沒有把車給修好 尤金心情奇差無比 他坐回車上休息一下後 便決定汽車用徒步的方式 穿越3公里的邁克阿瑟提道前往目的地 而事情就從尤金開始徒步之後 就越走越詭異 他開始邊走邊脫身上的衣服 還一路將衣服扔在沿路的提道上 等尤金走完整條提道時 他已經全身一絲不掛 後來乾脆連鞋子也脫了 就這樣全身赤裸光腳地走在路上 而尤金的女友絕對做夢也想不到 幾個小時後自己的男友會登上各大新聞頭版 還被冠上邁阿密喪失的名號 就在尤金赤裸光腳走在路上時 邁克阿瑟提道的前方有一座高架橋 橋下正躺著一位65歲的流浪漢 羅納德·愛德華波波出生於1947年 小時候智商檢測分數高達129 是一名自由生 他憑藉天資聰穎入讀曼哈頓最著名的 時代文森高中 後來由於不明的原因 羅納德就讀了一般的社區大學 沒多久後便退學了 於1976年拋棄棄子離家出走 開始當起流浪漢 從此與家人再無聯繫 這一流浪就是36年的時間 流浪到邁阿密橋下納梁的羅納德 邊停著收音機 邊享受著午後的陽光 奔翔小睡一會兒後 就去邁阿密的海灘晃晃 看看能否遇到好心的遊客 能讓他飽餐迎頓 正想著美好計劃的羅納德 突然一睜眼就看見赤裸光腳身形壯碩的油精 羅納德被嚇了一跳 見過不少隱君子、瘋子和殺人犯的羅納德 一見到油精 頓時的恐懼感就像心臟要從紅樓裡跳出來一樣 此刻的油精眼神有如野獸般的光芒 面容扭曲地對著還沒回過神的羅納德咆哮和道 老傢伙你偷了我的聖經 羅納德對油精說 嘿老兄你冷靜點 我可沒偷你的聖經 聖經不是還好好的在你手上嗎 即便羅納德知道自己是有理的那一方 但在油精面前就如同做錯事的小孩一樣 油精沒有給羅納德太多的解釋機會 仰頭大聲咆哮之後就鋪在羅納德身上 開始對他拳打腳踢 羅納德完全毫無反擊之力 突然間羅納德感覺到油精正在脫下自己的褲子 羅納德心想我這是要被他強姦了嗎 但此刻臉頰傳來的劇痛否定了羅納德的想法 油精用牙齒狠狠地將羅納德臉上的肉活生生撕裂下來 羅納德發出犀利的慘叫聲開始想盡辦法反擊掙脫 但油精壯瘦的身材哪能那麼容易就被擺脫掉 撕裂完臉頰後 油精開始攻擊羅納德的鼻子 將整個鼻子全部咬下 接下來連耳朵、嘴巴、額頭、眼睛無一倖免 羅納德的求救聲越來越微弱 最終昏了過去 此時一名天天用單車代步的拉里維加看到了這一幕 起初拉里以為是隱君子在搞天體性愛 但當他前往仔細一看時 眼前的景象嚇著他從單車上摔下來 拉里看見油精眼神充滿憤怒的不斷啃食羅納德的頭 便對著油精大喊 放開那個男人否則我會報警 但油精還是不為所動地繼續啃食著眼前的美食 直到越來越多人看見此景紛紛報警後 警員約瑟夫拉米雷斯到場後 以為只是一場一般的打鬥而已 當他看見地上的血泊和羅納德爛掉的臉部時 嚇得浪唱了幾步 馬上拔出腰先上的槍 對油精警告趕緊住手 但油精依舊沒有理會約瑟夫的警告 繼續猛啃羅納德的頭顱 當約瑟夫舉槍靠近的時候 滿臉鮮血的油精猛一個轉頭 撕牙裂嘴地對著約瑟夫 油精的嘴角還叼著一塊羅納德的鮮肉 他用猙獰的目光狠狠盯著約瑟夫 開始連續發出像野獸般的咆哮 約瑟夫二話不說就對油精開了一槍 但油精似乎沒有痛絕的樣子 這一槍對他來說根本就不痛不啞 繼續轉頭享受自己的大餐 約瑟夫在別無選擇之下 對油精連開竖槍 直到油精倒地不動為止 這場持續18分鐘的吃人事件才終於結束 羅納德此時面部已經血肉模糊 左眼也成了一個黑洞 根本看不出來是個人樣了 警方將羅納德迅速送往傑克遜紀念醫院治療 接到警方通知的雙方家屬都非常震驚 尤其是羅納德的姐姐 她以為自己的弟弟已經死了 沒想到卻居然還活著 而油精的家人則對她的行為感到匪夷所思 案發後警方在距離現場5公里的天橋上找到油精的車 高月監視錄像發現油精的車是在前往迈阿密海灘的途中拋錨的 隨後她便在車裡待了30到40分鐘 當油精下車時就已經有神智不清的狀況 除了脫掉全身的義務之外 還把駕駛燈丟在一旁 開始往行凶的地點走去 警方還在油精的車裡找到五瓶喝完的空水瓶 而瀕臨死亡邊緣的羅納德被一生判定80%的臉部組織不見了 左眼球也被完全扯出 好在沒有生命的危險 由於媒體的大肆報導也讓羅納德與女兒重新相聚 羅納德的女兒與姐姐都以為羅納德離家出走後就死了 沒想到還有重聚的一天 而油精的家人認為她只是一個稍微有點暴力傾向的正常人 油精的信仰是不會讓她做出喪屍般的行為 油精的母親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 她那天在和惡魔搏鬥但她輸了 油精的兄弟向媒體表示 當天油精有些不對勁 好像有什麼事情想跟我們商量一樣 但她始終沒有說出口 而油精的女友說道 她當天一大早五點就起床了 一直在衣櫃裡不斷地翻找東西 幾乎要將衣櫃的東西全部搬出來一樣 當她發現我醒來後 清了我一下就拿著聖經出門了 案件發生過後 由今各種攻擊的影片在網路瘋傳 尤其是在2012年世界末日論證盛傳的當下 輿論開始失控 大眾對於此事件的發生開始產生恐慌 許多人擔心電影情節會真的爆發喪屍病毒 這些擔心或許聽起來有些荒唐 但在這件案子發生沒多久後 美國其他地區也有發生類似的案件 邁阿密警方開始集中警力調查襲擊案件的起因 起初警方認為油精可能患有可卡因精神病 這是一種暫時性的精神疾病 通常都是吸食毒品後所引發的症狀 發作時身體會因為燥熱而脫衣服 並且具有猛烈的攻擊性 非常符合油精當時的狀況 但傑克遜紀念醫院的一名醫生表示 油精極有可能是服用了一種名叫玉岩的毒品 這類毒品於2010年在美國開始出現 和一種強效型的人工置換劑藥效很像 一旦吸食後人體的體溫會在短時間內急劇喪生 並感到無比的燥熱還伴隨著強烈的攻擊性 醫生會由此推斷是因之前在醫院內接診過一名服用玉岩的病患 雖然他只有68公斤 卻力大無窮動用了6名保安才將他制服 所以醫生才會認為油精的症狀更像是服用了預言 再來看看羅納德 雖然僥倖撿回一條命 但臉部可說是全毀 需要做整形手術重建臉部的五官 案發不久後 大眾替他建立了一個基金 募款超過10萬美金的手術費 讓羅納德能夠接受手術 整形手術雖然進行得很順利 但羅納德也只能勉強看得見而已 眼眶依舊像個黑洞 面目斑駁 沒有鼻子連家人看到都感到有些害怕 邁阿密傑克遜紀念醫院表示 羅納德术後雖然五官依舊無法像從前一樣 但精神狀態與氣色都很不錯 接受心理輔導後 羅納德也接受了自己毀容的事實 心情相當平靜 偶爾還會和醫護人員互開玩笑 羅納德也開始學彈吉他 並表示感謝那些捐款讓他做手術的人們 醫院也表示羅納德還是可以用自身的組織 來做成臉上的填充物 不過羅納德表示自己目前這樣就好 不想再接受進一步的整形手術 大眾看見羅納德有精神且滿滿的正能量心態 也期望他能早日康復出院 這件事到底和毒品有關還是真的突然變異 J只能說當時的末日論又爆出這起國際新聞 當下真心覺得真的要世界末日了嗎 而且真的有喪屍也我的天 然後事實證明並沒有 就是一場毒品惹的禍 總之J在這邊要警示大家不要吸毒 更不要因為一時的好奇讓自己染上惡邪喔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不知道大家對這次聊的事件有沒有其他看法呢 歡迎留言告訴我你的看法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也不要忘了幫我按讚訂閱分享並且開啟小鈴鐺 我是J我們下次見